好我们开始啊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学习小儿胃炎 以及幽门螺旋感军感染 这个小儿胃炎啊 跟我们承认的胃炎也类似啊 如果说是基因胃炎 基因胃炎呢 都是应激引起的 包括烧伤啊 对吧 包括这个颅老外伤啊 对吧 还有一些这个 其他因素 导致的应激也会有 那除了应激以外 还有什么因素呢 物浮啊 物浮了什么 RSP0 RSP0最伤胃了 对吧 还有药物的 药物食物的原因 对吧 都会导致基因胃炎 当然在基因胃炎里面 对于成人来说 最常见就是RSP0 对吧 伤胃啊 伤胃 那么慢性胃炎呢 主要是以前表现的 以HP感染为主的 所以 如果考试问你 慢性胃炎 最主要的病因是什么 HP 叫幽门螺旋感军感染 这个大家没有问题 我觉得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因为我们讲成人的慢性胃炎 就是HP感染 所以大家绝对不会有问题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讲的 来我们来看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的话 急性胃炎 心胃炎 那顾名思义 其病急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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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么胃炎有什么表现呢 大家想一想 胃炎病疼肯定在肯定疼啊 疼肯定在胃上疼 对吧 然后胃啊 胃的不舒服 这一块尚不痛 然后呢 食欲不振 对吧 啊 因为胃炎了吗 甚至严重的时候 还有恶心忧涂 不就这些消化到症状吗 对吧 特别严重的 会有出血 呕血 变血 甚至严重的呕吐 会导致电解读拼乱乱 对吧 这些是急性胃炎 突然发生的 孩子又吐又泻又拉 对吧 拉到不会 主要是又吐 吐为主 严重的时候会有血变 慢性胃炎呢 那顾名思义 奇病就是慢 对吧 然后呢 它分为两种 一种是轻微的 一种是重症的 轻微的话呢 就是反反复复的发作 也没有规律的 服部什么样 隐痛 不像急性胃炎一样 特别疼 它是隐痛 对吧 那疼位于哪里呢 上腹部 甚至肚臍 肚臍不固定 对吧 所以大家注意啊 如果反复发作了 上腹部疼痛 我们要考虑 是不是慢性胃炎 如果突然发生的 上腹疼痛 我们要考虑 是不是有急性胃炎 对吧 这个要注意一下 然后严重的 特别严重的 会发生腹部脚痛 也是一样 有恶心呕吐 腹胀腹泻 甚至黑便 所以其实胃炎 没有什么症状 好好记得 你就记住 第一个腹痛 腹痛 如果你实在记不了这么多 这么多东西 谁能记住 对吧 咱们还是那句话 应试教育 什么叫应试教育 就让你通过考试 对吧 首先第一个腹痛 所有的胃炎 不管是急性的 慢性的 都有腹痛 哪里腹痛呢 上腹 上腹部 直到肚臍 这个范围 一般上腹不痛 然后还有胀 胃胀 腹部胀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恶心呕吐 对吧 恶心呕吐 是吧 这些症状 就是胃炎的表现 你看好 如果它的急性胃炎 突然发生的 不就行了吗 几天发生的 你就选急性胃炎 如果是几周发生的 几个月发生的 那不就选慢性胃炎吗 听懂了吗 慢性胃炎吗 就这么简单 那么严重的 这是轻微的 严重的 加上黑便 血便 不就行了吗 这次就做题简单了 所以就是这样 很简单 实验室检查 没有什么特殊的 那么必须要检查 有没有论人感觉 因为我们讲这个病 多是有没有论人感觉 感染疫情了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检查的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做胃镜 胃镜是目前最安全 最有价值 最可靠的推广措施 他可以看到 微粘膜的损伤 对吧 甚至可以拿一点 出来活解 到底看里面 什么细胞为主 所以一定要记住 我们孔老师说 消化系统有一面镜子 神奇的镜子 叫什么 神镜 这个神镜 就是什么 微镜 所以消化系统疾病里面 首选的检查 确诊的检查 基本上就是 首选微镜 明白了吧 神镜 还有个神药 老师讲了 神镜还有神药 神药叫什么 澳美拉座 对吧 没有澳美 是攀索 蓝陀拉座都行 对吧 没有老大 选老二 没有老二 选老三 这就是 内镜 微镜 好 那在微镜下面 它有什么表现呢 需要 大家注意 如果是极性胃炎 挺好 极性胃炎 上皮细胞变性坏死 可以看到大量的中性粒细胞 这个是重点 考试问你 如果我们做微镜的时候看到这个上皮细胞坏死了 而且看到有中性粒细胞 我们要考虑是极性胃炎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上皮细胞并没有发生坏死 不多 主要是增生萎缩为主 对吧 那么 但是我们看到里面是淋巴细胞 淋巴细胞 这要注意是慢性胃炎 对吧 看到线体萎缩 那就叫 死为瘦性胃炎 好记吧 所以这里内容很简单 我让你记得很简单啊 确诊首选微镜啊 病检查做HP检查 那极性胃炎看到什么 中性粒细胞结论就选极性 看到淋巴结论选慢性 看到线体萎缩 萎缩两个字 选萎缩性胃炎 好 就是几点 好吧 就是几点 就行了 诊断和鉴别诊断啊 诊断和鉴别诊断 我们刚刚讲过了啊 就胃镜 基本上都能鉴别了啊 好我们来讲治疗 那治疗的话 第一个病因治疗 如果是感染 我们肯定要抗感染吧 抗感染对吧 那么停止一切 对胃黏膜有损害的药物 或者食物 对吧 那么什么辛辣的东西 不要吃了啊 生活规律 避免吃一些 深冷辛辣的食物 那么对症治疗 对症治疗这里啊 有个药物啊 如果这个人胀 吐 我们可以用马丁磷 马丁磷 但有心脏病的小孩不要用啊 然后肚子疼可以用脸 六五四啊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 对吧 啊 这个没有问题 你都清楚啊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胃黏膜保护肌啊 胃黏膜保护肌 胃黏膜保护肌里面有 胶体 次菊胜酸B啊 什么意思 就是B剂啊 B剂 它是胃黏膜保护肌 它可以保护到胃黏膜 什么意思 就是胃上面不是用溃疡吗 或者炎症吗 对吧 然后呢 他吃了它以后 会在上面形成个保护膜 胃酸就不清楚它了吗 对吧 此外还有麦兹林啊 牛汤铝 牛汤铝是老老药 是个经典的老药了啊 还有蒙托士粉剂 蒙托士粉剂的话呢 因为纸屑比较多 保护胃黏膜用的比较少 但是大家知道 可以的 另外一点呢 下面有个抗酸药啊 抗酸药 抗酸药 什么药抗酸药 对吧 就是抑制胃酸的啊 抑制胃酸的 比如HR受理急抗剂 就是T钉 带什么什么T钉的 对吧 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 抗酸药物最好的一个药物 叫什么 一定要记住 就是什么什么拉座 再一个是抗酸药 抑制胃酸最好的药物 抑制胃酸最好的药物 还有综合胃酸的药物也有 但是碳酸轻辣 那些它不是抑制胃酸 是综合胃酸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到那个胃溃疡那时候 详细给大家讲 包括靠HP治疗 都在那里会详细讲啊 那么监测 监测呢 对重症的腐蚀因胃炎 和这个糜烂性大出血 我们一旦 也就是说 一旦胃出血了 首选进来掉奥美拉座 普通进来吃奥美拉座 所以这又是重点 好 在这里必须掌握 就是这个奥美拉座 基本推 对于大出血的患者 必须掌握 重点啊 还有益智卫酸最强的药物 奥美拉座 对吧 好 这就是它的特点啊 我们到 到后面还要讲 下面我们来给大家讲一点 HP感染嘛 什么叫HP感染 什么叫HP HP 我们又把它称之为 幽门螺旋杆菌 大家要理解啊 叫幽门螺旋杆菌 这个叫HP 这个在光镜下 就显微镜下可以看到像什么S型或者弧形的 这种弯曲的菌菌 就这个啊 它格兰斯展色成阴性 所以它是属于格兰斯阴性菌 它尾巴上面还有憋毛 这叫憋毛 这叫憋毛 所以有了憋毛 这小子就可以游 你知道吧 它有尾巴可以往前冲啊 可以游啊 而且呢 它特别喜欢在PH在7.0到7.2 特别适合生成 所以也就是说 它特别酸的时候 它也不好 知道吧 特别酸的时候也不好 所以它是在啊 是是酸是中性的环境 呃 是酸是中性的环境 它最有力的它生成 所以它呃 还可以这个 碾在微镰膜上面 所以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吧 呃 它怎么传染呢 主要是呃 人是唯一的传染源啊 就是它只在人的身体里有 那么怎么传播呢 粪口传播和和口口传播 然后什么叫粪口传播 粪口传播就是说 直白一点 你吃了对方的屎 哎 就对方的大便 还有 还有这个幽默感觉的大便 污染了你的食物 你把它吃下去了 就这么简单 这就要分口传播 或者是就再讲一遍吧 就是有的小孩扣完屁眼 没洗手 拿着苹果就吃 那这就是 分口传播的一个典型途径 对吧 还有口口传播 口口传播什么 夫妻 对吧 接吻 夫妻 啊 夫妻俩 对吧 答案我说啊 夫妻只是官方说的啊 叫夫妻 就是夫妻俩 对吧 老公传给老婆 他老婆呢 再给传给他的孩子 对吧 孩子他可能亲自己的孩子啊 当然亲自己的孩子呢 概率比较低 但是他老婆如果偷情的话 那亲给别人的丈夫 对不对啊 就是他的情人 他的情人呢 再回家亲他老婆 对吧 或者他老婆再去怎么怎么的 对吧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不就苦苦相传了吗 这不就是苦苦相传了吗 对不对啊 当然这个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弄的啊 这样弄的话是不好的 不符合法的啊 不合法的啊 那么法律是不允许的啊 我们国家坚持啊 要求是一夫一妻制啊 对吧 所以这个要知道啊 就是分口口口口口口 HP呢 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感染的细菌 也就是说基本上每个人家里都有 对吧 特别是家庭性聚集 什么叫家庭聚集呢 我们刚刚讲的亲嘴 那口口之间 他除了亲嘴以外 还有其他的什么什么什么 共同吃饭 对吧 共同进餐 这个也算 对吧 共同吃饭 对吧 我的筷子啊 然后我的筷子里面 这就有了啊 然后一粘到食物 对吧 我没有夹起来 别人夹起来吃下去了 你看这不就共同进餐也算吗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 这共同进餐啊 有点老师啊 老外他们都不共同进餐 老外都自己吃自己的 拿下中国人一样 对吧 老外的都是呃 外国人像这种就好一点 为啥 这种传染病传染就好一点 因为外国人他吃饭的时候 他每个人都自己的疊症 你知道吧 每个人的家庭的饭菜 都是分好 分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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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得非常平均 所以他自己吃自己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餐叉 只吃自己的 所以这样的发生的概率比较低 但是人为什么欧美人一样的并没有说他的HP感染 微氳痒的发生率比我们亚洲人低呢 并没有 为什么他还有亲嘴啊 我刚刚说了吗 夫妻啊 还有情人啊 对不对 人传人嘛 对不对 啊 这就是人传人 好 再往下 HP感染啊 HP感染和小儿慢性胃炎 有什么去 有什么原因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说吧 啊 HP感染是小儿胃炎慢性胃炎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了 所以大家这句话记住行了 至于为什么很少考到 大家了解一下 不管他有时间自己看 我们为什么说他与小儿慢性胃炎有关呢 第一个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那么慢性胃炎的患者啊 HP的减速率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什么意思 就百分之百他有HP感染 只要是慢性胃炎 我也差于百分之百就是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HP的减速率与严重程度有关 什么意思 病情越严重 你检测的越高啊 就繁殖的越多呗 对吧 还有根除HP过以后 哎 明显的改善了 症状什么的都好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志愿者口服HP也会被感染 明白了吧 就是没事干 我们要先救一下 来你愿不愿意 告诉你吃了也不会死的 对吧 很多人都有没啥事 哎 他就吃了 吃了以后感染了 明白了吧 这就是好 这个会不会考 会考 大家要掌握 把他画来 重点 他会怎么考 你看这正好四点 会考下列哪一个不是代表HP与小阿慢性胃炎有关的 给你写一个 所以记住啊 减速率百分之百 对吧 严重程度有关 然后庆祝以后症状改善了 口服过以后感染了 对吧 这个好理解 好 HP感染了临床特点 就是有门龙人感觉的感染临床特点 感染临床特点其实不就是慢性胃炎吗 就是刚刚讲的症状吗 腹痛 呕吐 腹胀 黑便 是吧 就这些东西 没什么好处的 确诊也是胃劲 可以抓一点胃黏膜活检 还可以吹气 对吧 那胃黏膜检查呢 会看到这个固有内层 淋巴细胞绿泡 淋巴细胞 沁润 为什么 慢性胃炎吗 这个都不用讲了 跟前面讲一模一样 对吧 所以他引起的 HP感染引起的都是什么 胃炎 胃溃疡 对吧 胃炎 胃溃疡 还有胃酸增多 好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HP的监测 到底怎么查HP 你刚刚说了 有门龙人感觉感染 到底怎么查呀 对不对 所以大家记住 第一点 我们叫HP培养 所要写的HP培养 HP培养 它是诊断HP感染的经标准 有门龙人感觉感染的经标准 但是问题是 很麻烦 只能作为科研使用 所以很难去 去做HP的培养 临床上不做 谁家医院去做照玩意 对吧 除非实验室做 人家需要写论文的 对吧 他们去做 一半人都不会做了 一半医院也不会做了 对吧 所以这个不作为常规检查 那老师 我们常规做什么检查 大家记住 常规做这个 碳13 碳14的呼气实验 这个就吹 你吹吧 对吧 吹 目前来说 现行的经标准就它 什么意思 临床上首选确诊的 经标准就选这个 对吧 而且它不仅能够诊断 而且它对疗效的判定 你作为首选 什么叫疗效的判定啊 就是治疗过以后 用它来判定的疗效 听到没有 包括血清血检查 什么叫血清血检查 因为我们叫HP感染过以后 身体必然会产生抗HP的抗体 这个时候我们诊断了这个 也可以作为诊断 抗体作为诊断 但是这个抗体 它不能作为一个判断它自豪的指标 为啥 因为它判断你抗体 我感染了你抗体在 这个好理解 对吧 那我感染了你抗体在 我治好了你抗体是不是还在啊 因为它治好了 细菌被杀死了 你告诉我抗体 不是消失了吧 它会待好久 所以血清血检查 抗体的检查 它不能作为什么 不能作为判断疗效的指针 而我们讲的碳3碳4的呼气实验 它既能够诊断疗效 帮助诊断 而且能够判断疗效 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 重点 重点 对吧 就行 对吧 其他的我都不要你记了 了解一下行吗 胃经也可以做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几点 碳3碳4 目前临床首选的 为什么呢 因为HP它可以分解尿素酶 那么这时候吃一片碳3碳4 这时候来标记 我就错过 我体检的时候就吹那个气 最初我们把那个东西吹金黄色 后来给我出报告的时候 我也有阳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正常人都有 我是个正常人吧 我有没有症状 没有 我吃麻麻香 身体笨棒 对吧 我没有腹胀 也没有腹痛 这些表现 但是我有没有HP感染 有 我仍然有HP感染 所以这个HP感染呢 如果是慢性胃炎的患者 我刚刚说了吗 诊断率是100%的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种就是HP的培养 侵入法就擦胃镜 抓一点就活检 这个呢 只作为科研 很少去用 对吧 那么在胃镜下呢 也可以做一个叫快速尿素酶实验 就是侵入性的最多做到这个就行了 非侵入性的做碳3碳4 这个 这两个做的非常少 HP的培养和HP的分离 抗体我刚刚讲了 它不能作为根治的指标 提的非常清楚 这个要掌握 就是侵入性的 我们做快速尿素酶实验 非侵入性的碳3碳4 治疗后复杀 也是碳3碳14 这是我给大家强调的 必须掌握的重点 好 HP感染的相关治疗 咋知道呢 对吧 咋知道 首先 我们书上写的 这个 这个国家的指导教材 指导用书写的 说H2受体疾抗剂 加两到三种抗生素 你自知报一直记 或H2受体疾抗剂 加B加抗生素 听好了 听好了 本人不敢苟同 别说你们不敢苟同 很多丁川大夫也问我 老师是不是书上写错了 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 书上就写错了 你的书上就写错了 所以我说 不要按照这个 人位版的指导用书来看 没啥用 为啥 他基本上写的这些东西 好多东西都是老的观念 或者是错误的观念 甚至他前后的矛盾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你像这个东西 你作为考官 他怎么出题 他没法出题 出题 你要按照那个指导用书 你也答不对 知道吧 我不是说他不好 我个人 我就是说他不好 他不适合考试 他就是纯粹为了卖书 一点都不负责任 为学生来说 对我说 对不负责任什么 对科学不负责任 不严谨 知道吧 我们的三连疗法 四连疗法 我从来没听说过 用HR设置极抗机的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你考G14的时候 你曾经也考过 我在讲G14我讲过 G钥匙我也讲过 知道吧 G钥匙也没有HR设置极抗机 所以我不知道 这个组织的书上到这里 为什么要写这玩意 他咋写的 肯定是个儿科专家写的 反正我不是那么认为的 不敢沟通 不敢沟通 所以记住 还是按照我们 这个标准的三连计 标准三连什么 智子帮一次计 或一个B计 这两个选一个 加两个考证数 这个三连疗法 B计加两种考证数 对吧 智子帮一次计 加两种考证数 构成三连 这是可以用的 没有问题 或者是把B计 加智子帮一次计 加两种考证数 大家都知道 智子帮一次计是拉座 拉座 所以这个就是四连疗法 好 疗程的话 一到两周 大概平均十天左右 七到十天 一到两周 好吧 这个要掌握 一般来说都是BID 一天吃两次就行了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药方案 那么这个药物 刚刚讲的 智子帮一次计 就是什么什么拉座 这个好理解 B计就代表什么什么B 对吧 抗氧素是哪些 很多同学不知道 挺好了 因为它是格兰斯阴性菌 阴性菌的话 你用青霉素 红霉素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用的药物 都是治疗格兰斯阴性菌 能用的药物 那么青霉素里面 那是阿末西林 氨变氢 氨变西林 阿末西林 氨变西林 这倒可以 然后有甲药座 替消座 四环素 克拉梅素 这是可以的 对吧 其他的抗氧素是不行的 包括撒心也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一定要知道啊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东西 好 那么治疗一段时间 什么时间我开始复查呢 什么时间我可以复查呢 大家记住啊 复查的时间是治疗一个月 治疗结束一个月 一个月进行复查 治疗结束一个月进行复查 然后测定HP的根处情况 来测定 测定根处情况 对吧 那么清除的时候呢 抗HP治疗结束的时候 他转阴了 HP检查转阴了 这要考虑清楚了 但是有没有根治啊 没有 你根治是指抗HP治疗 结束一个月以后 仍然为阴性 这叫根治 明白了吧 清除只是说我这个 方案到结束 诶 治疗一结束一测 阴性了 治疗病被杀了 但有没有完全根除啊 没有 根除的话 需要一个月以上 仍然阴性 你就复制根除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你根除也没有用 为啥 就是你看我身体里有HP 我就跟他商量好了 你别弄我 我也不弄你 我就跟他商量的非常清楚 有的时候晚上我跟他讲话 你别弄我 我不弄你 咱俩和平共处 为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啊 我们讲是这个世界上 社会上 可能测到百分之八九十 甚至九十以上的人都会 我记得有个统计 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我先记不清了啊 所以我 我是大提的感觉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肯定是HP阳性的 所以你接吻 你吃饭 你很容易发生的呀 对不对啊 就你治好了 你老婆被治好 你还是阳性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 这个东西你根治完了 一个月以后是根治了 但是你三年两年以后还会阳性 我告诉大家啊 但是啊 该根治还得根治 有症状必须治疗啊 没有症状的话 你可以观察啊 来他说HP的根除代表什么 是根除 是结束时阴性 那叫那叫什么 那叫那叫什么 刚刚讲了 这叫这叫哎 这叫清除啊 这叫清除 治疗好了阴性 那叫清除 那结束治疗 一个月以后还阴性 那才叫根除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要记住 啊 这个要记住啊 什么叫根除 什么叫清除 这个题 就特别好 像这种题的话呢 就属于优质题啊 优质题 像在这里的话呢 除了小阿腹泻一块 那么这一块内容 他算是个重点内容 需要大家花点时间 给我掌握一下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再往下看 看这题 常规的治疗HP呢 不包括什么啊 不包括什么 我刚刚说的啊 你看 这几个药物 你觉得哪一个不包括 关键是常用的 抗HP的药物啊 哪一个不包括啊 是不是环米杀新不包括啊 他是治疗尿路感染的 对不对 BG有了 克拉美素有 甲阿座阿摩西林 刚刚老师都说了 都有对吧 最常用就这两个 加B或者是奥米拉座 克拉美素可以了 是用于根除后随访的检查 根除后随访的检查 哪一个是根除以后随访呢 我们刚刚讲了 后能做血清学吧 血清学不行了 所以探3探4的呼气实验 这是能够提示根除的啊 好 同学们下面我们继续干一个 啃一个硬骨头 这个硬骨头的 其实也不难啊 也不难 他不像我们纯忍一样 那么严重啊 那么就消化瘾溃疡 消化瘾溃疡的话呢 在成人的话呢 它是一个啊 经常出现的一个疾病 在我小孩呢 少不多啊 非常少 分为两种 一种叫原发性的 原发性要原因不明 什么叫激发性呢 是药药物或者是应激 或者什么什么原因引起的 叫激发性 对吧 好 那么原发性的呢 他主要是慢性为主 好发育学龄期 青少年的小孩 对吧 大一点的孩子 他是以12次肠溃疡 作为多鉴 12次肠溃疡 12次肠 12次肠溃疡 在这个位置吧 这位多鉴 对吧 起病比较慢 12次肠溃疡 这个地方比较多鉴 好 那么当酸特别多的时候 酸特别多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容易发生 对吧 酸特别多的时候 就容易发生 它跟酸有关 好 我们有个天秤学说 什么叫天秤学说呢 就正常人啊 有损伤我胃的因素 有那么多个 对吧 那么还有保护未联膜的因素 有那么多个 正好打平了 打平手 什么意思 就正常的情况下 它既不会导致溃疡 对吧 也不会导致保护增多 也不会导致这个损伤因素 增多 两个正好平衡 当有一天打破这个平衡的时候 打破怎么平衡了 损伤因素干猛了 猛了 厉害了 而保护因素怎么样 说减了 不行了 那你告诉我 对吧 也就是说 毛 我们的毛 我们有个叫自相矛盾 对吧 自相矛盾 这个人可牛逼了啊 左手拿一个盾 右手拿个毛 右手说 我这个毛可牛逼了啊 我这个毛能够干穿 世界上最牛逼的盾 好 讲完这句话 他把毛放下来 端起左手 说 我这个盾可牛逼了啊 我这个盾可厉害了啊 我这个盾可以抵挡 世界上最强的毛 其中有一个人 这个人也是 这个虾吃萝卜蛋草型 咸吃萝卜蛋草型 对吧 他就你 你拿你的那个毛 干你这个盾 你试试看 是吧 当时那个人就傻了 所以 这叫自相矛盾 看好 我们正常情况下 也就是说 这个盾跟毛也是一样 卡在这里 对吧 就是说 我既不会导致溃疡 也不会过剩 对吧 但是现在 如果我的毛更厉害了 或者我的盾本来是三层 现在变成两层了 是不是就容易发生溃疡了 对不对 这就是他特点 天秤学术啊 好 林桃表现 小儿消化音溃疡 林桃表现啊 是非特异性的 什么叫非特异性呢 就是没有秒杀词 有特异性就要秒杀词 没有特异性就没有秒杀词 对吧 那么年龄越小越不典型 啊 这个点的话呢 如果考试问你说年龄越大越典型 对不对 对 哎 就是说现在考试很恶心 你刚刚学会年龄越小越不典型 那反过来问你年龄越大越典型 对不对 对 他说年龄越大越不典型 那就不对 明白了吧 所以不一样 好 我们来看不同年龄的小孩发生的溃疡 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 如果是新三二七溃疡 所以新三二七的溃疡 你大家想一想 他的由于刚刚剩下来 胃黏膜的保护机制 压根就没有产生 什么意思 就是碳酸炎什么屏障 压根就没有 所以他上来的话 就是出血穿孔 所以这位主要特征 所以考试如果问你 说新三消化瘡溃疡 他的主要特点什么 这个要掌握 重点就是出血和穿孔 出血穿孔 出血就是殴血和黑便 对吧 穿孔的话 辅账修课 然后拍片 可以看到 隔下游离气体 肝椎阴界消失 这个小孩 这些东西 在成人特别明显 但小孩不是 说实话不明显 都不典型 肝椎阴界消失 还有隔下游离气体 好 这是他的表现 就新三消化瘡的表现 好 这个婴儿期 婴儿期呢 它是以气发性的比较多了 主要表现 也是以急性出血和穿孔 一样 对吧 表现为食欲差 哭 一吃饭就哭 对吧 长时间停滞 跟我们新三消化瘡类似 幼儿期的话 就是他以进食后呕吐 其中和上腹疼痛为明显 就有点像慢性胃炎一样 就像那个对 就像慢性胃炎一样 上腹痛其中 严重的时候有欧血会变 对吧 这是幼儿期 所以幼儿期孩子越大 你看症状是越怎么样 这个越好一点 越典型一点 还有最起码有上腹疼了 对吧 雪林前期呢 他哪疼呢 他肚脐疼 肚脐疼 尤其是夜里发作 夜里疼 尤其是夜里疼 夜里疼是杀伤溃疼特点 再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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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略为典型了 就是到雪林期了 雪林期 雪林前期就三岁到七岁吗 七岁以后就跟成人相似了 肚子疼 就是肚子疼 那么如果说吃完饭以后疼 餐后痛 那叫胃溃疼 对吧 那么空腹痛和夜间痛 那就是杀伤溃疼特点 把这两点重点掌握 这个好理解 看好 我给大家画个位 对吧 这个地方是右门 对吧 这地方是右门 对吧 正常情况下是一关一闭 一关一闭的 这个这样 好了吧 大家听好了 那么如果胃小弯 这地方有溃疼 我们有红色的话 胃小弯溃疼 所以大家想一想 他吃了饭过以后 吃了米粒过以后 吃了饭过以后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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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饭就会刺激这个溃疼 所以疼不疼 疼 所以胃溃疼的特点是什么 胃厚痛 明白了没有 吃完饭以后疼 所以胃厚痛 对吧 那么 撒肠溃疼就不是了 撒肠溃疼 撒肠溃疼特点什么 啊 餐前痛 空腹痛 撒肠 晚上撒点吗 对吧 好记吧 撒点疼吗 对吧 为什么说空腹痛呢 因为空腹的时候胃酸特别多 胃酸多就刺激溃疼 就会疼 知道吧 所以胃酸多疼 撒肠溃疼特点就是胃酸刺激的 所以啊 我们吃完饭过以后 胃酸就少了 所以吃完饭就不疼了 所以他的特点就这 知道吧 所以就是一个餐后痛 一个餐前痛啊 对吧 这是餐前 胃溃疼的餐后 好 这是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重点啊 对吧 然后出血了 也会有黑便 也会有贫血啊 并发症 我们说并发症 承认有四大并发症 分别是出血 穿孔 耿主 癌便 对吧 出血 穿孔 耿主 癌便 但对我们小孩来说 我们一般来说 算就提了三个 癌便 很少少 出血 穿孔 耿主 对吧 很少会出现癌便 知道吧 不会啊 尤其是上肠溃疼 成人都不会癌便 小孩更不会了 对吧 出血的表现啊 就是很简单 偶血便血 偶血量 特别大的话 是偶鲜血 如果量小的话 咖啡色的血液 就是胃酸与铁 发生了化学反应 然后黑出来的便呢 就是不会有点便啊 穿孔的话 一旦出现穿孔 肚子突然疼 疼完过以后 整个腹部都有压疼 白痴痛 甚至这个 有一定的腹肌紧张 当然小孩不明显的啊 然后X线 阁下有一个气体 肝椎你也消失 这就是他特点 长病一小时 对吧 这就是穿孔了 那耿主呢 耿主耿主 右门耿主会吐 吐得厉害 大量的呕吐 对吧 大量的呕吐 你看到胃肠型啊 胃型 好 腹肢检查 那腹肢检查这里啊 我们讲经标准啊 还是神经 只要消化音溃疡 消化音系统 诊断就全部上神经 对吧 一下就看出来了 确诊 啊内经啊 胃经检查啊 确诊经标准 其他都可以不记 背记惯藏 背记听好了 我们有两个真相 一个叫直接 一个叫间接 直接就可以秒杀 也可以诊断 什么叫直接 看影 把它记住 只要看到看影 就是啊 就是 但是如果没有看到看影呢 比如说是看到 沙拉昌饥饿针 正常沙拉昌 球部啊 三角形的 他充盈不佳 这个也是间接真相 知道吧 我们主要提看影 啊 啊 HP的检查都讲了吧 他肯定跟前面一样的 我们都说了啊 啊 这就是出血 看了亏养了吧 所以坐背镜啊 背镜啊 也这就看影 嗯 坐背镜看一下就行了 啊 一眼就看出来了 啊 见面准赞啊 见面准赞 没有什么特殊的 咱就不提了 治疗 治疗的话 大家听好了啊 我要给大家听好啊 一定要听好 我们现在治疗他 你是不是胃酸多呀 所以我们来处理胃酸 分为两种剂 一个叫什么 要抗酸药 一个叫抑酸药 啊 一个叫抗酸药 一个叫抑酸药 听好了啊 那么抑酸药 这两个属于抑酸药 能抑制胃酸分泌 叫抑酸药 而抗酸药 它不抑制胃酸分泌 它只是中和胃酸 来对抗胃酸 能听懂吗 所以抑制胃酸药就是替钉拉座 这是抑制胃酸的 其他的都不是的 那其他的药 比如碳酸钙 氢氧化铝 碳酸氢钠 那这些药是什么 这些药就是抗酸药 你要理解啊 考试考你 现在哪一个不是抗酸药 现在哪个不是抑酸药 抑酸药就是 替钉加拉座 就是抑制胃酸的 其中抑制胃酸最强的药 就是拉座 抑制胃酸钙 氢钙IHP酶 抑制胃酸的分泌 好综合胃酸的啊 就是碳酸钙 氢氧化铝 氢氧化铝 对吧 这些只综合胃酸的啊 好 还有保护为黏膜的 有BG 只要带B 都是保护为黏膜的 还有硫糖铝 铝带铝也是保护黏膜的 它在为为 这个黏膜的表面 形成一个铝胶 对吧 还有米索 前天素类的叫米索前内存 它是预防非载体抗炎药 引起的溃疡 啥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要给他 小孩非要用非载体抗炎药 RSP0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给他用一点 米索前内存 啊 抗HP的治疗 那你肯定跟前面一样了 三连或四连都行 有三连选三连 没有三连选四连 好了 同学们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卫士官反流病啊 卫士官反流啊 那这个病的话呢 对我们儿科来说 考的比较少 知道一下 首先我们要看 试管反流会引起什么 其实你要说反流就反流呗 对吧 但是反流会引起一切的问题 为啥 我们先讲啊 首先位的表面啊 它是有好多层的 对吧 你看这是一个位 这画的不像啊 重新画 好好看一点啊 看 这是人的胃啊 这里面啊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啊 我们的右门 对吧 那我们的胃的表面 是有好多层的呀 你知道吗 这是胃B细胞 对吧 胃B细胞 对吧 那里面还有 外面还有什么 还有粘液 碳酸青岩的屏障 对吧 最终里面才是胃酸呀 这里面才是胃酸呀 对不对 就是胃B细胞与胃酸之间啊 它你看在这里 pH可能是在2 在这里可能pH是7 懂吗 所以它中间一个屏障特别厉害 对吧 胃酸也特别厉害 对吧 那么我们讲如果我们正常情况下 胃B细胞都被粘液所遮挡 你看你要到了尸管里面就不一样了 尸管里面有没有碳酸青岩屏障 没有 所以尸管的粘膜就会被灼伤 明白了吧 发生的病 胃酸管反流病 明白了吧 ok 那怎么反流上去呢 我们正常人不会反流上去的 正常人上面都有这个 你看这叫什么 叫尸道 胃底下单的亏计 正常人是能 脏出有度的 是一个只能进不能出的 但是现在由于是下单的亏计松弛了 是不是胃酸反流了 灼伤了尸管粘膜呀 这就是它整个发病机制 好 那分为两种 一种叫生理性的 一种叫病理性的 生理性的话 就在进食的时候 餐后的时候 下单亏计怎么样 发生松弛 这个没啥事 没啥事 然后病理性就不一样了 病理性就下单的抗反流基的削弱 导致了胃酸反上去了以后 导致了胃酸怎么样 灼伤了尸管 惊起了病态了 我们就把它称为病理性的 对吧 病理性的 好 发病机制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下单的亏计 食道下单的亏计 这个肌肉 这个肌肉怎么样 这个肌肉怎么样 松弛了 胃底的食道下单的亏计 是食道下单最重要的抗反流机制 最重要的抗反流机制 对吧 所以当它一旦松弛 胃酸里面的酸性物质 就容易反流 就会作伤尸管 所以这是我们最可怕的地方 好 那现在我们要讨论什么因素呢 就什么因素会导致这个 食道胃底下单亏计 怎么样 松弛 什么样原因 对吧 那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有原因 第一个 小孩是着肠儿 着肠儿要比竹眼儿啊 更容易发生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他吃了什么 巧克力 喝了酒 以及 以及怎么样 抗阻胺药 什么叫抗阻胺药 就是我们的什么 普尔敏 西斯敏 对吧 抗CCB 什么叫CCB啊 就是我们的 概率气氧剂 然后还有什么 安定 对吧 这些药啊 主安药 CCB 安定 这些药啊 这些药啊 注意了啊 都会导致吃到下端会计松弛 啊 这些药 恰恰是我们考虑重点 所以必须掌握这些东西 啊 酒 巧克力 啊 这都是 安定 啊 什么什么 CCB什么 什么什么 地平 都会啊 啊 消费地平 对吧 啊 所以这个要掌握 这些因素会考 现在哪一个会导致 我不会导致 会考大家 这些药物会导致啊 其他的我不说了啊 其他的机制 比如说啊 一过性松弛啊 比如说黑色脚变顿 本来新生亚的黑色脚 本来就变顿的嘛 我们前面讲过了 这个角度越大 是不是酸越容易反流啊 角度越小 它越不容易反流 对吧 此外还有什么 这个腹部尸管端的 啊 还有隔肌的右脚异常 以及尸管下端的梅花瓣的折叠 对吧 等等等等 别管了 你就记住考试重点就一个 适到下端会计的松弛 什么原因导致的 就是考察重点 早产容易发生 以及这个为什么早产刚刚讲了 对吧 然后还有喝酒巧克力 然后还有药物安定和cdb 临床表现 那么大家想一想酸一旦反流到尸管了 大家经常应该有这种经验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吃东西又吃多了 呃就呕出来一点 但是呕到嘴巴这个位置你又吞下去了 这种感觉就叫 所以叫反酸你知道吧 要反胃或反酸 这个我想大家都清楚 甚至很多同学都有这种感觉 反酸反胃 然后经常呃呃爱气 所以只要记住啊秒杀词啊 反酸爱气是反流 这是重点 这个孔老师经常讲的 反酸爱气是反流 只要看到反酸爱气秒杀 是到反流病就行 反酸爱气是反流 其他的不用管 啊 反酸爱气是反流 其他不用管 好 这就是他的呕吐啊 心思啊 婴儿主要是以兔为主 年长啊 以反酸 呃爱气 这是成人的症状为主 对吧 啊 小孩呢心思啊呢就是呕吐为主 他反酸爱气他讲不出来 他也不知道反酸爱气啊 大点孩子会说哎呀 我反酸我爱气他会说 但是小孩子都不会说呀 对吧 好 那么呃 这个反流物导致使管黏膜的变化 啊 变化 就是刺激啊 对吧 病理上面都有改变啊 就是刺激 弥烂啊 婴儿的使管呢 不以 婴儿的使管炎和反流反流这个损伤 就是 呃看的不是很清楚对吧 小孩呢也不典型对吧 比如说肚子疼 不愿意吃东西 精湿意 还有烧心啊 那么长期的这种反流啊 长期的反流会引起 Barrate 使管 Barrate 使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啊 长期的反流刺激 我们讲 使管下断了 灵状伤皮 被长期反酸刺激刺激刺激 怎么样 化生了啊 被柱状伤皮所代替了啊 抗酸能力 抗酸能力 啊 抗酸能力 就是啊 就是 虽然加强了 但是容易发生癌变 营养不良 对吧 发生癌变 甚至溃疡 Barrate 使管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做活检啊 鉴别啊 鉴别啊 一般的话看不出来啊 其他的表现呢就是小孩 由于反酸爱奇吃的东西又少 所以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这个啊 呃 生长发育 营养吸收都会障碍 对吧 甚至会诱发哮喘啊 鼻炎啊 等等 不管他 好 什么诊断呢 啊 留记住啊 我再说一遍啊 那么在整呃 在发病机制里面 最重要就是到下来的科学机 松弛啊 哪些原因 早产巧克力 喝酒 煮完药 以及安定和CCB 然后第二个的领导表现 心思安有兔为主 大的孩子反酸爱奇 啊 他会说出来 然后长期的这种反酸刺激会导致Burrit使馆 Burrit使馆就会容易发生癌变 啊 癌变 啊 好 我们再看诊断啊 诊断啊 诊断的话呢 使馆的噪影啊 使馆背肌的噪影 使馆背肌的噪影它适合任何年龄 但对于胃滞留的啊 胃里面有滞留的早产儿要慎重一点啊 就是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胃里面它容易发生胃逐流啊 尤其是早产儿 最好是不要用背肌啊 背肌 然后呢 呃 如果用了背肌过以后发现五分钟之内出现三次以上被反流就代表这个人就是啊 噪到反流有这个情况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测噪到下端的压力这个用的比较少比较麻烦啊下面一个噪到噪管镜的检查大家一定要记住凡是我刚刚说了消化系统疾病你就选镜觉得没错所以一定要记住 吃到反流病确诊的经标准就是使馆镜的检查他可以看管看判断使馆的黏膜病变以及有没有barrett使馆 知道吧 经标准 一度他会看到冲血二度会看到糜烂三度会看到溃痒所以一冲二糜三溃痒记住啊一冲二糜三溃痒一度冲血一冲二度糜烂二糜三溃痒所以一冲二糜三溃痒这个要记住啊一冲二糜三溃痒好 这是经标准啊做使馆镜第二个要掌握如果打里面没有他老大没有那些老二老二谁背记背记 I'm sorry不是背记啊使馆的ph监测我们正常的使馆ph啊他跟胃不一样胃里面他酸酸两到三啊啊你使馆里面可以达到六到七略偏酸但是还是偏往中性的偏的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一旦ph效率四对不起就代表这个人已经是使馆下端的反流 但至于是不是使馆反流并不行因为他只能说明酸反流啊一定要记住他只能辅助诊断 不能确诊为使馆反流病为什么病要靠内经检查 使馆反流病必须要看到米使馆的下端的弥烂损伤要使馆反流病做未经检查经标准 而我们使ph效率四只能说明酸反流 一定要记住啊只能说明酸反流啊酸反流酸反流酸反流精词啊精词词 好好一早产啊啊啊这就是啊静啊静下啊看到一冲二迷三溃疡 治疗治疗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床头啊抬高一点啊床头抬高一点啊 为啥到底很简单你受到反流碎平的话是不是更容易反流啊 你头头上半身抬高一点是不是就不容易发生反流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这就要掌握另外一点呢就是啊啊要喂养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从后的这个腐蚀对吧啊少次啊少量多次喂养 这样的话呢喂养一点下去他会往下排喂养一点下去会往下排自然而然的慢慢就会少了对吧啊 所以下面是重点来了啊不准喝咖啡酒高脂的饮辛辣的这都不能 药物是安定和安基安安安这个CGB对吧就地平这个我们在前面讲过了这会加重所以这个是不能用的这个你要掌握啊重点啊 治疗的话呢大家想一想第一个酸反倒是管理了那我现在是不是你胃里面动力差了 如果把胃里面东西增加胃动力往下排来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增强胃动力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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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方式 第二个我在减少你的胃酸的酸度怎么样减少你的酸度你告诉我是不是减少了酸度过以后是不是也反流少了啊 对不对也会反流轻就算反流了也会桌上轻一点啊 所以其实很简单啊记住啊很简单就是胃肠道触臂剂就是促进胃肠动力剂加一个抗酸药就行了 对吧其实轻微的啊就这两个加的啊就是马丁琳加上拉座加上提钉加拉座 严重的时候加拉座比例加拉座就是意思前面内容跟前面的治疗胃口氧一样 对吧微粘膜保护剂对吧等等啊所以一般来说啊就是轻微的啊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呃首先不能用那些东西就是这上脏方的面这个是重点啊 太高体位不能用这些东西重点然后治疗这里啊很简单啊轻微的 就是马丁琳多盘利同这个心脏病的患者不能用啊加上什么啊加上这个啊这个提钉就行了什么什么提钉 这就足够治疗了如果重症的啊马丁琳我们选择更好一点的比例西沙比例什么什么比例 加上什么加上这个啊这个奥米拉座什么什么拉座这是最强的了知道基本上不能治好啊 好了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病叫先天性幽门瞎载啊先天性幽门瞎载那我要给大家画个图啊 大家来看一看啊那这个这个图非常好啊大家看一看我把这个溃疡给他画掉擦掉就这个图 肚子胃里面都是胃酸了啊好大家看看啊先天幽门瞎载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幽门口怎么样先天性就载哎 嗯对吧就本来就特别细小啊就载了跟正常人不一样正常人扩啊关都非常好他就是本来就载我来问大家首先他载了过以后胃里面这些东西能不能下去啊下不去那下不去只能往外什么吐所以都得吐出去 那大家再看一看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没有胆质啊没有为什么胆质在这里大家还记得吧肝脏分为左右肝管肝肿管胆囊管和胆囊是不是啊所以胆质在SARS肠这里所以幽门跟足他就没有胆质所以他表现为无胆质喷色性呕吐看到没有啊无胆质喷色性呕吐 对吧第二个特点你看这个胃小孩的胃是水平的吧所以这个幽门正好这个往右边躺吗右门在哪右上腹所以这个地方会摸到右上腹包块又记得去摸到一个橄榄一样的包块 就这两个词啊一个是啊无胆质喷色性呕吐另一个是啊感老人要包块就行吗对吧所以就这两个特点啊你看一张表现啊这表现无胆质喷色性呕吐加上右上腹包块啊还有未雨冬播啊未雨冬播啊对吧呕吐一定是没有胆质的啊还有黄胆还有什么但这两个哪个最特有啊就是重点啊这个特有记住啊 右上腹有包块这个就特有别的并没有只有秒杀他用下腹要考虑长到底啊 好诊断首选B超大家要记一下诊断服务检查首选B超比较简单安全有效对吧啊B超可以看到右门肥厚啊尤其是右门还击超过4毫米啊右门管有延长大约等于16毫米 最考虑这个人哎呀背后了对吧这个首选啊那么确诊他可以做背脊X线看到鸟嘴状啊什么叫鸟嘴你看 瞎窄了以后背脊冲不了银你这样就鸟嘴吧看到没有啊所以鸟嘴状的迅散样也行对吧但这是确诊啊 治疗一旦发现立即切开就行了啊右门还击切开就行了打开啊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打开就行了所以总结一下啊第一个 不含胆子喷生意呕吐加上吐后以后吐了以后又想吃东西为什么因为胃里面没有东西啊本来就饿啊吐完过以后食欲更加旺盛对吧哎加上右上腹又拨块这个关键词就行了其他人都可以不解特征性的是这个啊右上腹拨块为啥因为吐你不但这一呕吐还有胃炎呢对吧还有其他原因呢但其他疾病不会出现右上腹拨块的啊这是秒杀词来看一个考题说这个小孩啊喷生意呕吐春意两个月以后喷生意呕吐 发生在未来半个小时以内对吧不含胆子关键词由于吐啊其中下降最可能什么是不是这个对吧不含胆子欲吐啊 不含胆子欲吐啊